现在已经开穿了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养的三角梅呢 也开始绿绿续续的开始长新芽 这个时候大家赶紧给它做一件事 不养你的三角梅 今年就很难生长旺盛 这件事呢就是给它松土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生长 这个土壤开始产生板结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松一松土 有利于它的根系生长 同时呢还有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给它适当的补充一点有机肥 有机肥的话呢 它既可以改良土壤 让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让这个根系发达 又能给我们的三角梅 补充大量的营养成分 让它在春季根系更发达 吸收养分能力更强 那么我们使用养分的话呢 也比较简单 先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给它松一松这个土 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养分 直接撒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多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它不会烧根 不会伤苗 所以说呢我们给它撒多一点下去 跟这个土壤混合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三角梅根系就会越长越发达 吸收养分的能力更强 当然了 这个养分的话呢 它是通用的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绿脂都可以用 所以说在春季施肥 我们用养分是非常适合的 当然了 这个养分的话呢 现在也有活动 点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买到